大臣教里面的大使 考这些学生会吗 这句话问的没有 一死人会吗 会的人就是一步 不会的人就搞好多 广学多文 错了 夜门通了 一切进去通了 夜门见心 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利益太大了 凡神同俱徒 下下平往生 都是阿维悦之菩萨 这还得了吗 阿维悦之菩萨 有能力分身 能分无量无边身 你看每天 除了在释迦牟尼佛论里 而不是在阿弥陀佛论里听法 想听什么就听什么 你就听到什么 那我们想 他一定想听他自己 平常所学的这部剑 他绝对不会广学多文 我们能想象得到啊 广学多文字搞乱了 搞砸了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懂得 释迦牟尼佛讲那么多经 讲那么多法门 是为一切众生讲的 不是为我讲的 而一切众生当中 会学的 大臣教里面的大使 考这些学生 会吗 这句话问得没有 一世众 会吗 会的人就是一步 不会的人就搞好多 广学多文 错了 夜门通了 一切剑就通了 夜门见心了 会能大使 不认识字 二十四岁的时候 开悟 只听到一步经 经个经 自己不认识字 也不会念 听到人家念那么几句 他就学了几句 越念越有滋味 那就乏味也尝到了 无足 半夜 该在讲金刚经 你敢讲大一夜 我们现在估计 顶多两个小时吧 讲到一无所住 而生其心 他大吃大物 向无足 提出报告 新的报告 自信是什么样子 说了无句话 二十个字 本自清净 不生不灭 本自居足 本无动摇 能生万法 就讲十二十个字 无足一波 马上就给他了 知道赶快走 跟我们表演的 他要不去学金教呢 不需要了 半路上遇到 那是 那是逃难了 遇到吴金藏比丘尼 这个比丘尼也很了不起 他受持 大涅槃金 我们知道 大涅槃金的分量 也很大 两种本子 一种三十六卷 一种四十卷 那念很多年了 念得很熟啊 每一天读诵 慧能大师逃难的时候 碰到这个比丘尼 听到他念你 听完之后 这比丘尼 念完了 收拾收拾了 能大师就跟他讲 你念的那个里面 什么意思 讲意思给他听 哦 他听了欢喜 越听越欢喜 拿到金本 向他请教 他说我不认识字 他说你不认识字 怎么会懂 这个与识字不识字 没关系 能大师一生 度了四十三个人 就学生里头 就学生里头 四十三个人 大车大雾 明信 兼信 无尽脏 比起来 你是头一个 女中 第一个 在他手上开雾的 那个时候 他二十四岁 他无了之后 就能帮助别人 你多厉害 你要问上 为什么 自信 发而若是 只要你坚信 问题解决了 坚信的条件 是要放下 从哪里放下呢 从起心动力 就不起心 不动力 六根 接触 外头境界 不起心 不动力 才行啊 起心动力 不行了 不起心不动力 你想想 哪里有分别之处 没分别之处 所以这个叫 一时 顿时 顿时 就顿悟 这一步 就夸到了 社报庄严图 超越六道 超越十八界 页部就登天了 不容 我当初学佛 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 特别提醒我 不能学慧能 那学不到的 慧能之前 没有看到慧能 慧能之后 也没看到第二个慧能 他说那叫一步登天 登上去了 行 没问题 成佛了 登不上去 粉身吹骨 你就摔死了 你完全错了了 所以老师教我学 向中 伐向中 伐向中是爬楼梯 慢慢爬 爬一级 高一级 那是一步登天 道理 理事 读得要懂啊 佛法里 确实 真的是有智慧 善巧方便 那就是给你讲的一个原则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这里头有道理 一门深入 一门深入是什么 一门深入是禅定 是三昧 守住一门深入 这叫持戒 戒定会三学 你的守规矩 规矩是教你一门深入 你要守定 一门 心底清净 一成不然 所以要知道 八万四千发门 通通叫禅定 都叫三昧嘛 三昧就是成定嘛 八万四千三昧 无量三昧 你学哪个发门 就用那个发门叫三昧 我专攻无量寿金 这叫念佛三昧 我专攻发华 叫发华三昧 我专攻论言 叫论言三昧 专攻华言 叫华言三昧 一定守住一眼 心是定的 心不散乱 定到一定的程度 就豁然到 这道理的词题 我们一般 这个学人 难在哪里呢 难在不懂 这个大道理 这个道理真的深 而走到哪里呢 走到广学多文 走到广学多文 绝大多数的成就 成为佛家的学者 世界人家 李老师常常讲的 佛学家了 佛学家不行啊 佛学家不会开悟啊 讲得头头是道 天话乱坠 著作等身 与了生死出三界 没分 将来该怎么生死 还是怎么生死 还是得搞轮回 这从前李老师 常常 提醒我们 所以 学佛呢 难再遇到真善知识 真实的护法 真正的同参道友 这个很难 这三者都居足 你的因缘 就成就了 你看了 弥陀经上说 不可以少善根 佛得因缘 得生别哭 你因缘去除啊 善根 是信节 复得 是行政 信节 信政 哪有不成就 这道理呢 哪有不成就这道理呢 是